设备和场地的规格不符合 所以那一天只能以 Unplug、速度插件的方式 来做演唱 而且那一场演唱会原本说 要一个多小时的 但没想到最后只唱45分钟 所以这一次呢 Elly都已经第二次来到台湾 大家就很期待了 希望她这次可以带来更完整的舞台 还有音乐 给台湾的歌迷朋友 听到这一小作品 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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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